大家好,又見到我Woky了 今時今日香港的樓價很高 很多人說買磚頭保值 到底我們裝修買磁磚保不保值呢? 買磁磚保不保值我就不知道 不過我只知道買磚一定是耐用 我們廚房、浴室都會鋪磚 我們可能考慮的就是地板 究竟木地板好還是鋪磚好呢? 其實鋪磚的確是耐用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鋪磚比較容易打理 亦都不容易撞花 很適合有寵物或小朋友的家庭 而且現在蒙文磚選擇很多 價錢都大眾化 所以我們都多了很多選擇 唯一留意的是 磚面可能比較冷 大家選擇的時候要小心 接下來就會為大家介紹不同磚的種類 首先我們要介紹的是泡光磚 泡光磚是什麼呢? 我手上的就是泡光磚 泡光磚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它是亮面的 可以令室內的光線充足一點 而且表面很平滑 很容易打理的 很適合在廚房的長身 或者用室的長身使用 剛才講完拋光磚 又介紹另一款磚給大家 就是這塊 啞面磚 其實跟剛才泡光磚很相似 表面也是很平滑的 有些客人可能不喜歡它 反光得那麼厲害 所以就可以用啞面磚了 表面也是很平滑 也是用意大利 肉質的長身 廚光長身都很適合使用 講完這磚 第三種給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一塊 這些我們叫做比較凹凸面的磚 其實它適合於什麼地方使用呢? 適合於地台使用 可能浴室的地下比較滑 我們不想這麼滑 所以這些磚你看到 凹凸面比較重 比較防線 適合在浴室、廚房地下使用 在空間的地下